大家好,又回来了 我本集是说了ECI的 但是在我准备的时候 在1月2023年 NEC出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也有做了一些ECI的计划 所以既然如此,我就不如插队 就先将今集谈计划 反正有些朋友都想我说 用广东话说的时候 大家就会容易明白了 其实NEC做计划不是第一次的 这次做计划有些朋友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会改的呢? 其实在2019年做过一次 2020年做过一次 现在2023年他又做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NEC一间公司 是不断会业界那些人是有交流的 那他就将那些意见收集完之后 一扣过就会做一些大申请 那你苹果、Apple、Samsung 那些电话、OS都会更新的 同样道理 这个NEC这个交易都会就着 大家的意见会更新的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准备的 但是他因为这间公司是局势公司 做很多不同地方的生意 所以那些更新未必是全部都是香港的 那我今集就讲一些是关于香港的事 主要就是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会讲讲的就是 这个工作从家的工作 第二件事就是说 扌账人认为的利益 究竟是会属于哪个的呢 第三件事就是这个主策 就是ECI 初步扎益 那我的名字叫做明白NEC4的批判 在咖啡休息,我不知道咖啡休息是否有多长 那我今集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说不完,就下一集说到第二个咖啡休息 好了,第一件事,工作从家 那大家看到我后面也是一个办公室 其实我自己封做的地点 英国已经不再工作从家 很多人都回到办公室了 这个工作从家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由COVID的年代的时候衍生出来的 在NEC4里面的环境 它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区域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工作区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公司里面 订阅了室的地点加其他地点 这个就叫做工作区域 这个就叫做工作区域 在工作区域那些 就会在这个 设计的货币 在工作区域里面 就能够认识到这个 人货币 如果在外工作区域那些 通常他不是在工作区域里面做事 但是他只要一踏入这个工作区域 他就会承计的 计算回那个人货币 大家可想而知就是 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区域的话 有些公司如果行NEC project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些人的 人货币不是货币 那不太公平 所以NEC就因为这样 惹了很大的争议 令到有很多问题出现了 所以是有必要 是要把这个修订 就放在NEC4那里 那我要顺带一提 就是香港来说 我看到那些 contract 写的时候 他就会把NEC 都放进去 再加一些standard amendment 大家要留意就是 他用哪个版本 正常来说 当然是用最新的版本 但是如果他很不不 他写了下来的版本 不是最最新的版本 大家就要注意了 大家要看清楚 那些 amendment 有没有提供过 这些新的信息 如果不是你那头 听完我说 你那头 说完他改了 但是你要看一下 自己的合作 是不是真的有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了 第一件事 working area 他改了些什么 我就会讲讲 那个 amendment 接着我就会讲讲 那个 impact 我有三个题目 我都会用这个构图的 那个 amendment 本身是什么 接着就是那个 impact 那大家看到了 其实他改的方法 去管理这个working from home 他就没有很指明到 正话 e to cross for working from home 他就是想包多些 不同的情况 那他改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schedule of cost component 里面就是改的 就是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或者不熟悉的话 其实他就在component1 那里改 就是people cost 他改的地方 就是insert了 我现在highlight这一段 蓝色这一段 第三点那里 那他原本是怎么样 原本就是说 在working area那里 那些人就可以有people cost 如果不是normal within the working area的话 他就会计算prorata 就是proportionate to the time they spend working in the working area 好了 他现在加了一个 就是说 那些people cost 是可以claim到 就包含那些人 whose normal place of working is not within the working areas 就是这里 whose normal working place is not within the working areas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who are working outside the working areas 大家看完之后 哇 那就是全世界包了 那不可以变的 我那不是 那首先第一个impact就是 他这一条cloth寫了下去的话 work from home的人 就可以放到people cost 那里了 那但是 那些人就可以 但是你要避免他说 全世界都包了的时候 那他就用第三个 就是说 只是那些人 listed in the contract data 那些才会写下去 才会包的 那这个impact 大家可想而知 contract data 什么时候写下去呢 就是在 contract award 之前写下去 正常来说 contract data 都不会去改的 那这个是很普通的 那当然你说 我那些completion date 那些key date 那你有compensational event 对不对 just because contract data 写了completion date 下去 就不代表 completion date 是不可以改的 那所以我刚才那句 statement 说contract data 普通的不改 就是很普通的 就是other than contract provides 如果contract provides 可以改的话 contract data 那些事情 那些细节 是绝对可以改变的 但是work from home 这个list来说 你是写了下去 就写了下去 你是出 contract award 之前写了下去 那些人 就可以work from home 那接着你就会说 如果之后突然间想加 那怎么办 想加人下去 那怎么办 这一句说话 他就给他 可以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说 如果project manager 合计的时候 additional people may be assessed as if they were listed in the contract data 那简单来说 就是说 如果project manager agree 的话 和合计一下谈点数 就可以在contract data 那裡加入 他做的方法 就是additional people may be assessed as if they were listed in the contract data 就是说 譬如 Mr.A想work from home 但是contract data 没有 那他就会 assess project manager 會assess as if 他是 放在contract data 那只要是contract data 里面有的人 他就可以work from home 也可以放在people cost 那里 就是这个第三个bullet point 就会去apply 那这个设计 听起来一点也不复杂 也是NEC的用意 就是简单单 不要弄得这么复杂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就解决了 那他其实除了这条条件之外 还有很多设计 在这个之前 我就顺带给大家看看contract data 他那个 contract data 他加了一段 这样的设计 然后就是 列出不同的名字 跟着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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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三个 你可以加很多 但是 NEC的一个大原则 就是要清清楚了 放了下去的人 就可以有一个work from home people cost 可以拿到的 那你说contract data 在哪里 就是contract data 的part 2 好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其实他还有些设计 顺便放进一些 scheduled cost of component 的修订 他原本有所谓 directly employed by the contractor 和不directly employed by the contractor 这件事有时 令人有一些混乱 因为他原本的方法 就是在component1 那个heading 那里 我们叫shepel 或者legally speaking 叫shepel 那条closs 就说 所有的people cost 就是contractor directly employed的人 就work within working area 但是 如果大家看到 component14 的话 他其实就会说 那些不directly employed的人 是如何处理 有时 就会令到有些人 有confusion 十一、十二、十三 是directly employed 还是不directly employed 对不对 所以 他这一项的amendment 就直接说清楚了 现在十一、十二、十三 那些people cost 就是directly employed 的 去到十四 那些就是not directly employed 的 那not directly employed 那些人 可不可以work from home 可以 可以work from home 他那个做法 的修订 就是原本 他在这里 就是说 那些人 是work in within working area 在这个最新的修订 他就把work in within the working area 这几个字 就是 削除了 就to the effect 就是令到那些work from home 又不是directly employed 那些人 就可以放入people cost 那这个就是第一点 第一点 work from home 那 那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 你原本那些 contract 写了就写了的 那所以 其实除非你是改了那张 contract 或者是有amendment 和那张 contract 如果不是 原本的那些 contract 其实就没什么大影响 但是新的那些 contract 我刚才也说了 就要看清楚 那个NEC version 在香港那些project 尤其是 放哪一个amendment 下去 那看看这个work from home 这一样东西 是不是applied 这个大家要清楚明白的 第二点 第二点 我就会讲讲 这个contractor design contractor design 有很多的元素 有那个design本身 譬如那些图纸 跟着有很多其他背后的 document 很多不同的材料 譬如设计器 不同的standard 很多东西 大家如果做design 就知道有很大的 在NEC里面 X22.1 原本就是写成 就是说 只是contractor design 那个client 才可以用到的 这个组组织 就是跟我们的信号 X19 X9 X9 就是说 那些费用了 那些费用了 那个contractor design 背后 准备了的材料 如果这个X9 是选择了的话 那些费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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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设计 和背后 那些准备了的 document 或者材料 那这些东西 有时候是有来 不同的争拗 如果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就是你用X9 用了X9 的话 那些费用 就很明白 寫了下去 那些费用了 背后的材料 但是 看X22.1的时候 那个客户 就只是可以用 那个contractor的设计 他就没有说到背后的 设计材料 那些设计 那些东西 那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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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他的客户 交给谁 用来做设计 所以这个 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尤其是当X9 是没有用到的时候 那装设计包什么 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设计 什么叫设计 那些设计 如果用了X9 就很清楚 你没有用X9 的话 包不包 那所以呢 有件及时 NC4就说 不要拗了 我放下去 我放下去 总之现在 X22.1 那个contractor prepare的设计 还有 背后的材料 或者设计 client 都是可以用的 那大家留意着 这个是用的 那个right to use right 始终是要放到X9 那裏 就是这个right 那这个就是那个 判断了 那个影响是什么呢 在香港来说 在香港来说 因为这条条文 大家一看下去 都知道 喂 不能够行 你只是写一个设计 所以一早 香港政府已经 应用了一个 standard amendment 不是叫standard amendment 它叫做additional conditions of contract 就是ACC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应该是F8 F8 那ACC F8 这条条文 其实是很长的 它就是在说这些IP rights的问题 来的 它那个amendment 那条条文 就是说 将这条条文 22.1 就是整条 处理由ACC F8 ACC F8 它其中一个 subbullet point 或者一个subclause 就是说 这个批判者 是给了一个 irrevocable right 给那个client 就是 over the design 和背后的 material document 再者 就是包含 他所有的sublicense 都还未够 就是说 这条条文 这个right 是会 surviv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或者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那所以这条呢 是一条挺辣的 clause 基本上 将整个right contractor design 整个right 就是 给了个client 而且 那个时间性 是after the completion 其实 这条条文是辣的 但是 其实是需要的 你想想 在那个环境 一些client 你拿了conflictor design 你只做这一单 你下一单 可不可以拿来做reference 那么client有需要 设计了那些设计材料 就好让他可以设计 project 其实来说 在香港 尤其是 那个construction 那个place 这么快的时候 这一条closs 我自己 就是有需要去改的 agcf8 那么 所以 那个impact 大家看到 NEC4 虽然做了 这条closs 22.1 的amendment 但是 香港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impact 因为你是不是都改了 accf8 但是 但是 大家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是为什么 也是帮助大家 理解 accf8 不是全部都是accf8的 不是全部都是accf8的 如果要好事 如果有一宗 contract 就说 如果我只是跟NEC的 那大家就要看清楚 那个version是什么 那个amendment 有没有 apply到 client的write over contractor 设计是包含什么 这个大家就要注意 这个就是第二点 好了 第三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 early contractor involvement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大的修订 它修订的地方就是在x22 这个option 那里 因为它是一个大修订 它基本上将整条x22 是再写过一次的 用回原本很多不同的文章 但是如果大家看的话 它是索性将整条closs 改了 重新写一次 它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我今集就未必会说得完 我会将这个x22early contractor involvement 的修订 就留在下一集 但是我现在可以很简单 告诉大家 它主要是有两至三个重点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ECI 那就是stage1 stage1 stage2 由stage1 去stage2 那PM就要出了 notice 就是说 现在我们是由stage1 就决定去stage2 这样 原本那条closs 是写得很清楚 是要做这件事的 他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 那不是所有 所有project都会由stage1 去stage2 给同一个contractor 那如果 不proceed 那怎么办 不proceed 原本那张contract 就没有说要出个 notice 说不proceed 那就搞得有很多事情 有些不错 拖拉托 都不知道现在的status 是怎样的 究竟现在是不是stage2 如果不是stage2 那你的client 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你又不告诉我 那我做contractor 不坐在那等你 那所以这个修正 就是to be fair 是给contractor 令到大家的资讯 是会更加溝通 那这个沟通是会更加明白的 那这个notice 就会衍生了一件事 就是说 那个incentive payment 大家知道 或者不知道 我现在说 就是在这个ECI里面 是contractor 有个incentive payment 就是为那个contractor 简单来说 省到钱的话 有个incentive 好了 stage1落到stage2 就有incentive payment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如果只是stage1 跟着client说 没有了 我现在不想找你做stage2 那么那个incentive payment 有呢 原本那个contractor 就不是写得很清楚的 但是 因为做来不同的争拗 所以NEC 你现在索性告诉大家 没有的 没有的 如果stage1 不落stage2的话 contractor 是没有incentive payment 这个就是他主要的收定 好了 第三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就是说 那个PM 和contractor 是可以在stage1的时候 改革那个sive information 那么我详细来说 说不了太多了 因为再说 就不只是一个咖啡 break 可能很多咖啡 break 那我就留下 反正我会有一个 ECI 我就留下这个 详细地跟大家说 还有很多 在ECI里面的东西 是要说的 那么 为什么我这么有心说ECI 因为ECI其实这件事 大家喜不喜欢也好 一个是 你当是一个潮流趋势 所以我就会说 一个series 是on ECI 可能很多个咖啡 break 那NEC的amendment 我说了这三样东西 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同 其他的 不可以说minor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amendment 但是那些amendment 未必是那么直接 或者是现时 立即发展到香港的 譬如说 climate change 他出了个X29 香港呢 暂时来说 不多个project用X29 但是会不会将来会用呢 我觉得就是有机会 会用的 也有很大机会 因为要跟上国际轨道 国际轨道现在说 climate change 说得很狠 他主要就是说 performance table 那些东西 那么 这件事是否重要 重要 但是在香港来说 未必有直接 现在立即有一个 impact 但是大家 我就奉劝大家 都看看那条X29 因为是迟了 接着呢 就很多其他的amendment 主要是for short contracts 很多人的short contract 所以另外 还出了一张新的contract 叫做facility management contract 那么这个amendment 又会影响到facility management 那些short contract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虽然在香港来说 是未直接那么常见 不可以说没有 因为short contract 香港也有用的 但是不是那么常见 我今集说的三个重点 主要是apply to ECC 或者未来有些叫dbo的contract 都是以这三点 是会apply的 好了 希望今次的coffee break 不知道大家喝了多少杯咖啡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下一集我就会讲ECI 讲一些深入一点的层面 希望大家是喜欢的